谈见王者可以平提射手的五位编路 第一位发育路司空阵 你是一个司空阵玩家 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开王者荣耀 锁定那个让你心情愉悦的发育路 开局狂暴一开 加在对面射手冲不了塔 看着对面射手敢动不敢动的样子 你笑着吃完红笋和吃牙 四分钟一到 你修正的气势膨胀到了基点 于是你决定把对面防御塔当成了自家用力 塔下连续走击 让对面射手瞬间自闭 后期大团你无意间看到了那个 躲在走出后面小心翼翼输出的射手 于是你大招一开 对着后排疯狂走击 最终那个比你高出3000经济的无阻C位 悔恨场面 看着自己连上的战绩 已结束了自己愉悦的一年 第二位发育路光头强 不管是对抗路还是发育路 达摩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一方面是对起了强度高 开局一手绕A能够轻松拿到下拳 被动所提供双抗的加成 加上一技能的两段突击 前期基本上能伟压对面射手 相比射手 发育路达摩的优势在于 补充团队输出的同时 还拥有着非常强的开团能力 没有哪个退屈 能扛住你大招上墙后的二段尘杀 另一方面是团战优势大 变异和达摩不再过度的依赖大招 依靠着技能的高额面本伤害 也能对敌方C位形成有力威胁 但大招在团战的作用依旧非常关键 后期大团大招只要成功开到C位 那么这把游戏基本宣告结束 谢尔霸能力加上团战优势 造就了当前版本唯一的编路之虎 第三位发育路马超 特化只需要略微出手 就能让马上的强势器 从四级停到一级 急跑一开伤害一开 对抗路不需任何编路 发育路单吃一切射手 当马超拿到信尔拳以后 高精神的优势就完全体现出来了 去其他路支援 能轻易的形成以作打扫的局面 从而帮助队友建立优势 让整个队伍跟着门起选球 如果说司空阵是目前版本最完美的射手英雄 那么变异之后的马超 就是节奏能力最出色的射手 第四位发育路光系 这个版本的对抗路理系只能排到T3 但如果你玩发育路理性的话 至少能几近T1.5 作为一个偏发育的英雄 理性前期在发育路之前 要比在对抗路更加舒服 在对抗路只能等打野来帮 而在发育路有了辅助和中端的帮助 生存环境要好上很多 四级之后光系的压制力就完全发挥出来了 一号这手长的优势 前期能压制绝大多数射手 除了对系了公孙黎有点吃力以外 基本上对系了任何射手都能形成压制 有位移 有霸体 有爆发 有续航 关键光系的手开场 他本该是一位吸灵射手 第五位黄盾蒙田 这个版本霸者和黄盾的调整 蒙田也算是吃到了版本红利 蒙田的优势就在于 他一级就拥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满怒自带续航 不管对位射手 还是现在的T零发育路打磨 蒙田都能稳住对系 一身肉装却有着堪比刺客的爆发 既能坚固坦度 又能补足输出 对面射手打你半天不掉鞋 而你一枪下去 直接就能扎到对面大动脉上 一枪破伤风 两枪见嘴东 最关键的是这玩意儿的推塔速度 甚至比射手还快 在这个大环境对射手不太友好的版本里 战士补卫发育路 还真能起到起死回生的功效